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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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清楚的是 虫洞能够把钢甲人都送到不同的时间点 没错 就好像时光机一样 虫洞确实是一个未解开的谜团 但愿宇宙先锋号不会给地球带来任何危机 会有什么危机呢 谁知道呢 说不定它还会变成一只饼干怪兽呢 就像这样 你别这样 艾森 你们几个想不想去航空署一趟 苏菲老师 你能带我们进去吗 我认识几个在航空署工作的科学家 太好了 这样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得到最新消息 或者是亲眼看见饼干怪兽的诞生呢 也对 有什么进展吗 仍在下载数据 恐怕会需要一点时间 好的 我会继续监视宇宙先锋号的 市长先生 请继续 我想请问市长先生 我们研究的这些数据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 用处可多了 它将为我们解开许许多多有关宇宙的秘密 可是我们真的能够理解这些数据吗 我的意思是 万一它超越我们的理解能力那该如何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科学的目的就是寻找未知的答案 即使这些数据需要很长时间去理解 那也是值得的 这句话说得真好 市长先生 就让我们永远记得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吧 不知的人类 你们的命运将到此为止 什么 刚刚是他在说话 我收到宇宙先锋号发出的不明信号 快通知警卫 冲动的时空扭曲令我在无限的时间里产生进化 并且拥有思考能力 我的天 他在说什么 怎么回事 他不过是一颗卫星啊 我现在尝试将他的系统强制关闭 什么 它是怎么做到的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很明显 这些数据超越人类的理解和想象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理解存在的意义 那么 告诉我 你理解了什么 我将不再受人类的控制 别让他逃走 立刻派遣军用机器人 市长先生 您先走 这里交给我们 立刻攻击 立刻攻击 不知的人类 毁毁机器人 太简单了 我们将封锁航空署 立刻疏散所有人 警卫 护送市长离开 我们将封锁航空署 市长先生 请跟我来 驻驻小姐的词 我们将封锁航空署 黑毁航空署 立刻停止 钢甲家人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事 我从神州那里获得许多资料 什么 我知道钢家人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劝你还是别站在人类那一方 我继续 立刻停止你的行动 你和人类一样不知 立刻投降 在完成计划以前我不会停止 什么计划 我将通知地球 让人类服从于我 我不会让你得逞 一旦摧毁全球防御系统 人类将毫无抵抗能力 一样 发生了什么事 看来是发生战斗了 那是什么 你在这里干什么 孩子 我本来和大家在一起 没想到会被宇宙先分号攻击 你好 你好 我是一凡 很高兴认识你 一凡 你说宇宙先分号攻击航空署 他突然醒过来 然后开始复制自己 接着便攻击大家 醒过来 复制自己 是的 他还说 一旦全球防御系统被摧毁 人类将无还击能力 他想要制造混乱 我们得想办法阻止他 你的意思是 那个一凡 你的家人在吗 有人能够带你离开这个地方吗 我和我的监护人在一起 我们等一下就回去了 别担心 我们不会有事的 好 你快去找警卫 他们会带你离开这里 你们要继续留在这儿吗 我 我们多待一会儿就走了 你们是打算阻止宇宙先锋号吗 不是的 一凡 你自己保重 我们也要走了 再见 再见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暗中监视他们 这几个人非常刻意 我们要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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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先锋号 又是钢甲人和他们的同伴 他怎么会知道钢甲人的事 我还知道钢甲人和默克之间的事 看来宇宙先锋号已经遇到神舟了 怎么可能呢 他在这段时间里 已经进化成为了一个超智能机器人 是的 要进化成超智能机器人 至少也要几百年的时间 几百年 他掉入虫洞之后 可能因为时空扭曲的关系 而导致时间缓慢下来 钢甲人 我们可以联手消灭默克 然后统治这个世界 我们不会和你联手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人类 真可惜 你们既然向人类低头 那没其他选择 我会将你们一并消灭 他真的能够复制自己 进入战斗模式 好 上吧 上吧 阿泽传送钢甲配件 各位一起启动钢甲系统 放架系统传送 增加系统锁定 钢甲系统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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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打下它的真身 我们无法接近它 我尝试远距离 将它打下来 我用烟雾弹扰乱它 萨维斯 我们负责打倒分身 知道了 雷特 准备 钢甲系统传送 钢甲系统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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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那两 perfection 对吧 来 干得好 萨维斯 就是现在 蓬兒 什麼 他竟然能够凭空复制自己 这根本就像是瞬间移动 这根本没完没了啊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吗 我们得想出一个策略 让钢甲人接近他的真身 或许钢甲封神派得上用场 钢甲系统 传送 钢甲系统 躲地 我掩护你 好的 继续蓄力 还需要多久 钢甲封神 出击 什么 竟然被他躲过了 好极了 就用这一招借取你们 快想想办法呀 交给泰德吧 伊凡 泰德 维特 一起打败敌人吧 赞同 不可能 是 是时候结束了 一起消灭 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想不到我们真的打败他了 终于成功了 泰德 你什么时候抵达地球的 我两年前到达地球 用了一些时间才找到伊凡 我和泰德一起后 就开始调查默克集团 这么说 伊凡 我相信你对默克的计划都很清楚了 是的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一直在到处寻找其他的钢甲人 到处寻找 我父亲因为生命的关系 需要到不同的地方工作 我就跟着他到处旅居 原来如此 那么这一次 你们会在这个城市待多久呢 我想这一次 应该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了 太好了 你可以加入我们 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新的成员呢 那我 好吧 我愿意加入 欢迎你的加入 耶 终于多了一名女生 伊凡 你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保证 军队来了 我们快走吧 博士 找到了 非常好 把它带回来 哪个部分 全部 把全部都带回来 明白了 博士 都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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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带回来